大家好,昨天我们通过地图信息分析了一下俄军在巴赫木特市中心进展情况,尤其在火车站附近的情况 目前呢,各种消息都有,但是我想呢,不管这个消息的来源如何,我们就是看视频,就是看最终的这个直接证据 不管时间是什么样的,哪怕晚点得出结论 今天呢,我们要说一下巴赫木特北侧和南侧的战斗 昨天是讲的中间,正好现在有两个视频,被我们可以利用,分析一下这个地理信息,分析一下它现在的战况 我们先看一下巴赫木特的工程教育学院,这是在宿舍楼里拍的 这一发炮弹,击中了对面这座楼 我们再看一眼,另外一个,这是在职业教育学校 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跟大家分享一个视频啊,是在巴赫木特发生的一次巨大的爆炸 这两个,这两件事呢,都发生在什么位置,我觉得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因为它正好处在了一南一北两个位置 所以就是离俄乌双方的控制线,应该也不是特别远了 我们借此呢,把双方的战斗情况呢,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样呢,我们先分析一下工程技术学院的这张图啊 现在呢,这个首先是找到了这个学校啊,找到这个学校之后呢 大概的区域呢,是处于我现在标志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相机是在靠东侧的楼 被击中的楼靠西侧 它是东侧这一面啊,被俄军给击中 所以在从相机的位置上来看 呃,乌军是肯定还控制这个区域啊 因为人离着俄军更近 那我们先看一下怎么能确定啊 就是这个楼怎么跟视频对应上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顶上的这些烟囱啊 它是比较特别的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个区域呢 它正好是教学中心 它有它的外观视频啊 我们可以相应的去看一下 首先是我们先找到相同的位置 相同的位置呢 实际上它在这个院子当中有两个点 我们要记住我们相机的左侧啊 它相机,因为它是360度相机 相机的左侧是一个教学楼 我们以它为参照物来看这个视频 左侧呢,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第一张图呢 我们它由于植被特别的茂盛 它把我们希望观察的相机的位置给挡住了 并且呢,它把目标楼对应的位置实际上也挡住了 但是呢,它照了一个什么位置呢 它照了一个最,它的最北侧的这一溜,装修情况 我们看一下这个楼的装修情况啊 能对应到位置上 前头还停了辆拉达小汽车 这样子呢,我们再换一个 换一个视角 有一个更远的一个视角 更远的视角 还是这个教学楼啊 教学楼它还是没有照下来相机的位置 相机的位置被树给挡住了 但它好在把对面的这个楼的位置照出来了 对面楼我们可以看一眼这个装修啊 这是装修 这拉达车还停在这啊 这个真是很让人感慨啊 这个人就生活在这 他的车始终老停在这 冬天也停在这 中间我们要注意一下 观察一下中间的这个门洞 这个门洞啊 这都是同一座楼嘛 注意一下 观察一下中间这个门洞 这个门洞啊 它实际上在这个画面当中啊 是已经显示出来的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呃 对比就能 大家就能看出来了啊 大家看一眼 这中间这个中间这个门洞 它的右侧实际上已经完全被炸掉了啊 我们看上到的烟囱似乎都少了一个了 所以这个对面实际上被破坏的已经相当的厉害 但这座楼呢 实际上我们是完全能判断出来的 因此呢 我们啊 这是我们我们看到这个楼 对应的这些照片啊 所以呢 这个我们现在就可以完全确定出来 我们查到的这个地点就是啊 相机拍摄的位置 相机拍摄的大的位置到底在哪呢 这个学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 它离啊 它最近的战线是等于是在T504公路这条战线上啊 T504 这个区 这个上面有段区域呢 是已经被俄军占领 另外呢 这个区域离哪近呢 这个区域实际上离少年宫呃少年宫的方向应该是比较 这是火车站啊 这前的这是火车站 这是少年宫 它处于少年宫和啊火车站之间吧 有点靠近火车站的后面 而且本身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进行对火车这火车站进攻的时候 可能有些榴弹会会往这个方向飞过来啊 当然了也不排除就是俄军实际上已经打到这个建筑物附近了 在现在我们还很难判断这些东西 但是目前现在没有证据说明俄军拿下火车站 好像双方还是在这附近在争夺啊 包括呃这个 少年宫啊 我们当晚上的视频当中呢 我再跟大家具体说 好下面我们就说一下分析一下 这个职业学校的爆炸情况 职业学校呢 我们查了一下它的位置实际上是在这儿啊 大家注意看 我为什么呃 把职业学校给大家说一下 主要是分一下俄军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一眼职业学校的这个爆炸的特点 实际上它的很多建筑物呢 炸的外观的不是很明显了 不太好找了 有人能能判断出前头这个建筑物啊 是学校的宿舍 当然了咱们外头人你如果没去过 你很难判断出来 当然我觉得大家注意这个蓝顶的房子啊 这个蓝顶的房子 实际上这个蓝顶的房子表明了大概拍摄的位置是在哪呢 啊 他实际上是在要注意这个蓝顶的房子就是应该是这个房子啊 所以这个俄军的拍摄呢是在后面这一块啊 正好前都是一片绿地啊绿地之后中间隔的这几座楼这几座楼就是我们前头看到那两座楼 然后这个爆炸起来的位置啊 所以大致的这个地方的位置呢大致在火车站的东南方向也就是说在这个区域 前段时间传出来是被俄军占领的啊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能准确的判断这个视频拍摄的时间啊 但是这个位置呢看来是呃 乌军准备放弃了 因为他彻底把这个炸毁了吗 而且我们也说在这次战斗当中啊 乌军差底炸毁了很多建筑物啊 这从这之前我就观察过 就是说美国对乌军的援助最近几批当中 爆破弹药是非常多的 所以他在呃巴黄木特呢 据说是长时间修筑了攻势啊 既然他不能守也不可能为让俄罗斯能利用 所以他最终就把他彻底给炸毁了 这样的话可能也能掩盖掉一些痕迹 就说一些军事上的秘密 可能也就彻底一块就给炸掉了 好今天呢就和大家分析到这儿啊 欢迎大家收看我视频